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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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在湖北孝岸 为您带来的 这是八十公斤的比赛 此生方面 这是他的第三十场比赛 他在长城南京取得三十五胜 哇呀 一场 方便是下踢腿就开局了 他的对手是俄罗斯的Evgeny 哇 两个 好 第三路 两个下踢腿后踢腿 方便的杀手锏全都露出来了 前后踢腿 下踢腿 再来一拳 现在方便逗着你玩了 通过一路 这叫诱人牵住 通过一路在你马上扑扑 空脏露出来之后 我又一个后肢打上去 前后直 这是方便的杀手锏 对方一定要小心了 转身后踢 他在那个长沙战的比赛里面 就一个转身后踢 把对方KO掉了 KO掉了 现在这个方面很注重的 第一次的开局 哈哈哈哈 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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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记录在武林峰这台上 不会再有人打破 方便的战机吗 对 多多多 方便一直以来 这个前后直拳 都是我们好多观众朋友所研究的东西 为什么方便的前后直拳打得好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你看他前脚的支撑脚的移动 方便的前后直拳 他并不是把自己的步法前后移动的 他前腿是从45度点移动 你后腿的带胯 所以后拳打得更重 对 你看刚刚方便想来个加镜摔 他并且先三打 对 一看我松手了 即使无比习惯自由搏机的擂台 这个摔法的交劲还是没有放弃 我望你看到俄罗斯的也是 前手挺高 挺耐打 对 这位选手的抗战能力还是不错 到目前为止 没有有效的打击给方便 走 走 一 二 五 常态帅毛季宇告诫 跟你这个袭击只能以此准联系联系联系 拳心的 在第二 第一回合比赛赢上第二次使用这个技术 有跟你现在慢慢已经适应这个方便 好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四 一 四 一 五 六 七 八 十 五 四 如果在这一回合第三次没有强行 全场也解惠 现在因为跟着点不过 再玩 不要再三辟 哦 灵声 灵声挽救了这个俄罗斯选手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在户备校干 我们现在在这一场男子80分级的比赛 死神方便 现在是俄罗斯的与何根尼 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 死神方便给了叶夫根尼是两次抢阻 这样的话根据我们的规则 这样与何根尼已经是实际三分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方便是十比七领先 方便刚才那个重击几乎把对方配合了 如果在第一回合不是那个铃声 那么比赛就结束了 没错 在第一回合就是气势如虹啊 今天方便这个状态特别好 刚才想转身一个后蹬呢 对方往前进了 对 你看这个方便一个前置加后支 直接又挤上去 对方 没弓被打开了 就刚刚那后支拳打开打开了 没弓被打开了 就一个前置加后支 速度很快 而且还顶上去 你就看看这方便的团团的力量 这是为了保护这个俄罗主义 不跟你这样的话方便 但优势也很明显 那么就优势获胜了 优势获胜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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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势获胜比赛结果 优势获胜了 nowhere we're he're 我可以了